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牛津的疫苗 牛津的疫苗其实就是由一个线病毒的基础发展出来的 最新预防COVID的报告就出来了 不过现在只是新闻稿而已 未有正式的医学期刊的文献 但看下的资料效果也不错 有两群人,一组有2741人 这个主要是英国 这个第一针打了半剂 隔一个月就打一个加强者,打了一剂 这个发觉是90%有效,相当不错 另一组似乎主要是巴西,8895人 这两次都是打全剂 即是打一剂隔一个月再打一个一剂加强剂 很有趣,打多了打足一剂那些 反而效果更差,62% 欧科加上平均有效的机会率大概是70% 70%其实都算不错了,大家不要嫌弃它 因为在美国的标准来说,如果疫苗50%就收货 之前有网友留言说,50%比责好还差,我当然不打了 这可能搞错了 比如说,证证你有没有COVID,诊断你有没有COVID的测试 就不同疫苗的 即是如果一个测试只有50%准 即是等于责号 即是说你做了之后,是正常又未必是正常 不可能是不可能是不可能 但现在不是在说测试,而是在说疫苗 疫苗即是50%也好 如果你打疫苗就有50%保护 不打疫苗保护就是0 等于以前的游戏节目,你叫做奖金还是奖品 奖金是50元,奖品是什么都没有 你会选奖金还是奖品 当然有些东西可以先选奖,选奖50元 疫苗也是一样的 这种疫苗有个好处是 让之前的菲萨和莫德纳的mRNA疫苗容易储存 那些要极低温,这种线病毒的储存要求是2至8度 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测试冰箱已经够用有得了 价钱相当相宜,便宜到少了 大概是港币3至40元一剂 因为药厂宣称在疫情全球爆发的期间 绝对不会用疫苗来牟利,只是收回成本价 这当然非常好,窮人因物,在第三世界国家 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便相当适合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牛津疫苗的研究和之前 菲萨和莫德纳的mRNA疫苗研究 有一样的主要不同 因为若是菲萨和莫德纳的药厂 他们研究,打完针后 有病症,流鼻水,发烧,有病症 有病症便会帮他们查询是否有冠状 但牛津疫苗的药厂 除了看人们打完针后有没有发病 他每周都跟打了针的人尿鼻咯 查询是否有病毒感染 原理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种新冠状病毒 有一大堆人感染了之后没有病症 即是说,菲萨和莫德纳的药厂 虽然做出来的结果好像很好 95% 95%是指他能够预防有病症的感染 但没有病症的感染有没有预防能力呢? 这个其实是不知道的 但牛津疫苗也做了这件事 他发觉其实这种疫苗 都可以预防到没有症状感染 即是可以减低到人们感染这种病毒的机会 有病症没有病症都可以减低到 这个对于控制全球的疫症来说 是相当有利的 今天第二部分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攻击新疫苗发展方法 即是说包括牛津疫苗 亦包括菲萨和莫德纳的mRNA疫苗 说它们有机会影响到致癌 这件事的原理就是说 因为牛津疫苗和菲萨和莫德纳 虽然是不同的机制的疫苗 但它们基本上都可以归类做一些 用基因技术发展出来的疫苗 所以我首先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这两种疫苗的原理 但大家要知道两种是殊途同归 第一就是牛津的疫苗 牛津疫苗是用一个纸纸的线病毒 它用一个黑猩猩的线病毒 然后就将新冠肺炎病毒的一部分 它用的遗传物质放进黑猩猩的病毒 这个病毒其实就变成一个混种 或者集种的病毒 即是说壳壳是黑猩猩的 这个遗传物质就是新冠状病毒 这个遗传物质主要是可以制造新冠病毒 或者是在表面的一支支的 这些S蛋白的 那么这个病毒 如果将制成疫苗打入人体内 这个病毒就会走进人体的 病毒就会释放那个背传物质出来 那这个背传物质走进 我们细胞 这个是人体细胞 细胞是主要的分量部分 主要中间这个部分就是细胞核 我们身体的遗传物质DNA就在细胞核里面 细胞核外面就是细胞质或者细胞脏 病毒的遗传物质走进细胞核里面之后 它就会制造一些红色一条条 红色这一条条就正正是mRNA 上一集我们也说过mRNA是一些带着信息 带着指令的分子 这些带着指令的分子就会由细胞核走进细胞质里面 它就会找到这个形光式 这个像鸭仔那样的东西就是制造蛋白质的机器 我们叫ribosum 鸭仔那样的机器 当那些mRNA走进细胞核的结构 这个鸭仔的结构 就会制造一些蛋白质 照着指示做 这个指示当然是做S蛋白出来 它就做了很多橙色一支支S蛋白出来 就像冠状病毒表面那些 当身体见到S蛋白之后 就会产生免疫反应 将来如果遇到病毒 就可以立刻对付它 立刻杀死它 至于pfizer和mRNA的mRNA疫苗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呢 这个反而比较简单 它的生产可以比牛津疫苗快一点 因为它最简单 根据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 它就制造一个 这个红色的mRNA出来 这条红色的mRNA 里面带着一个讯息 就说 你要帮我做这个S蛋白出来 就这样带着这个讯息 最主要呢 将这个mRNA包裹在包裹里面 即是说 因为mRNA的分子很不稳定 你需要一个 好像两层脂肪的结构 好像有一个bubble 将它包裹 让它容易滲入人体细胞里面 这个疫苗就全部是这些一粒粒的mRNA分子 打进去之后 这个mRNA就会慢慢滲透出来 在细胞质里面 细胞质里面 它就会找到这个鸭仔的结构 找到ribosome 接着黏上去之后 就会制造这个S蛋白出来 所以其实呢 两种的疫苗 最后那几个步骤 那几个机制制造这个S蛋白的机制是一样的 一些反对这类的基因疫苗的人 他就说呢 就是因为呢 就这些这样的疫苗呢 就牵涉到一些mRNA 那这些呢 就比如说牛津疫苗 这些呢 其实是DNA 那这样 那这些东西呢 就说如果打到身体那里呢 就会改变我们身体的基因 那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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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基因里面呢 有些突变 这些突变呢 就令到这个细胞呢 就产生一些蛋白 令它不断地复制呀 不断地生呀 或者呢 就会走散到周身都是呀 那样变成肿瘤啊 那些人就攻击它这样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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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 大家如果细心看呢 其实就 如果以这个 Vizor-Mondana 疫苗 那样计呢 那因为整个过程里面呢 那个 牵涉到的呢 只不过是一些 mRNA 那大家都知道 mRNA 只不过是带着信息的 一些分子 而已 它打了入身体之后呢 那在细胞里面呢 去找到那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鸭仔的ribosum 制造蛋白质 可能讲了几个小时的事 过了一会儿呢 那这个分子其实很不稳定的 然后呢 就会分解了 没有了 那还有大家要知道呢 那整个过程里面呢 这个 这样的 mRNA 呢 的整个疫苗呢 里面的mRNA 分子呢 是没有 进入到 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就是说我们的细胞核里面 有我们的 那个 基因在那里 那你有时怕呢 就说 这些维存物质 黏了我们的 基因里面呢 就会令到生疾病了 那样 所以mRNA疫苗呢 其实呢 就完全的过程里面 就不会进入到 这个细胞核里面的 所以mRNA疫苗呢 理论上 应该是没有这些风险的 那么 牛津疫苗呢 就是用那个 线病毒发展这个疫苗呢 反而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病毒里面的维存物质呢 它就真的呢 就会 走了进去 那个 细胞核里面 就是说 有我们的基因的地方去做的 不过 根据呢 现在 比如药厂给我们的资料呢 它就说呢 就其实呢 这个 病毒的基因 虽然进入了这个细胞核里面 但是呢 它就没有这样的倾向去 去沾到人体的维存物质里面的 所以呢 这个风险是很低的 那么 那当然你说 有风险呢 那当然理论上呢 就都有机会的 但是 当然科学家也有办法去 去减低这些机会率 那 但是这些是全新的东西 究竟风险 有没有 究竟有多大呢 那 那当然要一段时间 我们才能够清晰的 所以呢 就是 新的疫苗呢 虽然可以很快地制造出来 但是呢 就好像新车落地的话 那一样 那都可能有一些 难以预计的风险因素 那 那当然呢 就在这个全球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呢 那 大家都愿意无一些的风险 那 那就是 如果我们做足预防措施的话 大家呢 就都不用说太过担心的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先啦 那如果再有什么update呢 就我再跟大家去讨论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点赞 留言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